嗨你好我是牛奶爸 今天講到了網路行銷懶人包的第 13 集了 第 13 集我們進入的重點是長期的內容行銷 這個長期內容行銷我把它歸類在這個 跟進的這個步驟裡面 我們之前已經講到了自動的回復信件系統 LINE ADD 行銷系統 還有手機簡訊的跟進簡訊系統 那這些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讓陌生訪客 逐漸的認識我們 然後呢跟我們產生信任關係 有了信任關係之後 你才有可能把比較高價值的產品或服務 銷售給這些訪客 因為訪客久了之後跟你有關係之後 這種關係就好像說 打個比方就好像你今天不認識周杰倫 不認識蔡依林 可是你也不認識林志玲 但是呢你從很多他的媒體曝光去瞭解這個人 可能是從雜誌上面 可能從電視上面 可能從新聞報導上面 還有甚至從一些八卦的雜誌網站 你都可以側面的去瞭解這些明星 這些歌手 那你會對他們 開始喜歡某些 你比較喜歡的這些明星歌手 這種效果呢 其實應用在素人 像我是一個素人 用在素人也是很有效的 就是其實那些粉絲不認識他們 可是呢 他們透過很多媒體的曝光 讓這些粉絲慢慢喜歡他們 這就是一種跟進 那不用把它想得很難 也不需要很有名 不需要是網紅 都不需要 你只要做到 時常在自媒體裡面曝光就可以了 那重點是 你要怎麼樣 讓那些人可以看到你 這個才是我們跟進最大的主要目的 那 你又不能夠讓他們討厭的方式 不能夠用太暴力的方式 什麼叫太暴力的方式 就是你發垃圾郵件 這種太暴力的方式去接觸他們 或是發垃圾簡訊 或發垃圾的LINE 這種都是很不好的 太暴力的方式去接觸他們 我們是要許可視的行銷 就是他們主動想要來訂閱你 所以你必須去不經意的曝光 譬如說你去打廣告 去曝光 不經意的曝光在他們的面前 然後他們因為喜歡你的資訊 才去訂閱你 之後呢 你才可以慢慢的經由這些溝通管道 我講溝通管道 就是之前講的這些系統 軟體可以去跟他們做聯繫 然後呢 跟進有時間的長短 比較短的就是剛剛講的 你可能自動回復信件 可能跟進的設定 可能只有幾個禮拜 或者是長 比較長的可能 一個月以上 或者幾個月 比較少說一跟進信件 就一設定就一年兩年 比較少 但是呢 我的部落格從2007年開始寫 到現在已經九年的時間了 這九年來 其實有很多 因為我以前在賣伺服器 所以其實有2006年成立公司 2003年出來當Soho族做網頁 所以從03年就已經有人認識我 一直到現在 或者是從2006年我成立公司的時候 有人是因為跟我買伺服器的一些 MIS 就是IT人員 他們十年前 二十幾歲到現在 也都已經三四十歲有了 這些人呢 他們從以前十幾年前 就認識我一直到現在 他們一直持續在看著我曝光 我在部落格寫文章曝光 然後我在這個Facebook 從2009年 開心農場紅了之後 在Facebook上面曝光 然後後來又有了Line 我在Line上面的動態消息 或是Line Add的動態消息去曝光 那這些呢 都是我們作為長期內容行銷 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的曝光 不斷的曝光 因為你沒有辦法讓他們 去強迫他們來看你的訊息 你只能夠不斷的曝光 讓他們不經意的看到你的訊息 譬如說你在臉書上面PO文章 可是你PO臉書的文章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過來 你的好友 假設你的好友有五千人 不可能五千個人都過來 看到你PO的這篇文章 但是呢 有可能幾百個人看到你PO的文章 所以 我目前四千多個好友裡面 其實我 沒有很常跟大家互動 私底下沒有 沒有 私底下是都沒有的 除非一些商會的 B&I那種商會的每個禮拜會見面 否則其他人 其他人是不可能的 因為沒有交集 你不可能私底下去互動 所以都是在網路上 那網路上如果你又沒有很頻繁的跟別人 按讚啊 或者是留言啊 或者是私訊啊 的話 基本上你PO的訊息 對方是不太會看到的 所以為什麼 有時候你會看到 有些粉絲團 你會看到他有幾十萬個粉絲團 可是每次他PO的訊息底下 人家跟他互動的比例 或者是按讚的比例都 可能只有幾十個 或是幾百個 幾十萬的粉絲團的粉絲數量 可是只有幾百個人 甚至幾十個人跟他互動 你會不會覺得很扯 那你就會知道說 那個讚是大部分是假的 大部分是買來的 或者是請網路行銷公司去衝出來的 那不是精準的客戶 不是精準的粉絲 那我們裡面就講到 長期內容行銷裡面的主要用意就是 建立信任關係 建立信任感 然後呢 裡面又分成部落格的經營 Facebook的經營 還有Line的經營 其實還有很多 只要是社群行銷的這些平台 他都是算是一種 像以前還有Pulldown 都算是一種跟你的潛在客戶做長期溝通的一種 長期的內容行銷的工具 那部落格經營裡面呢 主要目的是定時的去提供價值 你不要每次都寫一些廢文嘛對不對 有時候 有時候廢文是一種 跟別人拉近關係的一個工具啦 比如說你 我像我的臉書的個人帳號 我不經營粉絲團的 我都是經營個人帳號 因為我的個人帳號有個藍勾勾 那 我的個人帳號裡面可能po四篇廢文 然後就有一篇是專業文章齁 比如說我所謂的廢文就是一些 生活的小事情啊 比如說我今天去騎腳踏車 今天買了新衣服 還是今天帶兒子去去玩 還是吃了什麼好吃的東西 那這些我都把它歸類為 廢話的廢 我都把它歸類為廢文 就是比較貼近生活的東西 那可能四篇五篇就會有一篇是專業性的文章 那這個專業性的文章 我就是focus在聚焦在這個網路行銷的教學領域裡面 那一方面讓人家知道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因為你如果沒有專業性的文章 人家不曉得你這個人的工作本業專長到底是什麼 那一方面你寫那些生活上的小事是貼近人家拉近距離 比如說你今天吃的東西他也吃過 你今天穿的衣服他也知道這個品牌 你今天拿著包包他也剛好是知道這個包包的品牌 那這是拉近彼此的距離用的 所以一方面拉近彼此距離 一方面讓人家知道你的專業是什麼 這個才是長期內容行銷的一個重點 那像我剛剛講這個專業呈現嘛 就是四篇五篇裡面就會有一篇專業呈現 然後自我介紹你要時時去更新 為什麼呢 譬如說我今天去過某一個地方演講 我會做紀錄拍照片 甚至錄一點一點影片這樣 然後我今天去跟誰聚會 我會拍一些照片 那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的自我介紹裡面 就好像我們去面試的時候 面試官都會想要看你的履歷紀錄對不對 那我自己的個人自我介紹 其實就是我的履歷 我會寫到我的這個 你們如果搜尋流奶爸的話 一定會看到這一篇 搜尋流奶爸看到通常這一筆 後面有個profile的這一筆 這一筆通常會列在第一筆 因為這一頁是最多人看的 就是關於流奶爸這一頁 這一頁是我的履歷自傳 你看我把過去的曾經做過的事情 出過的書還有上過的雜誌報導等等 我都會把它貼在上面 然後廣播節目我都把它貼在上面 然後去演講的 去扶人社的這些 只要是有曾經去過哪些地方的一些事蹟 你都把它貼上來 主要目的是什麼 讓人家在一頁裡面就快速認識你這個人 到底是做什麼的 一頁看完之後 大概他就已經對我有一個 比較全盤性的了解 這個就是我覺得自我介紹的很重要的地方 讓人家認識你的地方 然後在Facebook貼文裡面你看 導流量到你的官方網站 或是導流量到你的部落格 因為Facebook這種東西就是 跟很多人接觸 可是他是一個很靈散的 人家從Facebook裡面 如果不是長期在觀察的話 其實他不知道你到底是在做什麼 除非他一直往下翻 一直往下翻 他是沒有整理性的 他是很亂的 所以呢 我會把Facebook裡面的貼文 偶爾就會擺上一個網址連結 讓他連到你的官方網站 或者是連到你的部落格去 看我的詳細介紹 然後呢 在Facebook裡面貼文主要是 跟朋友互動 就是跟你的臉書好友做互動 還有呢 你的按讚跟分享次數 盡量多一點 譬如說你今天PO的一篇文章 是很有影響力的 然後很有共鳴的 那按讚的人就會很多 像我有時候PO的文章 純粹PO文章而已 就會破百個讚 那有時候PO個很 PO個很帥的圖片 也會破百個讚 有時候我自認為PO的內容很有料 可是 按讚數卻沒有破百 所以我會一直去試 一直去try 按讚數沒有破百 大部分都是因為跟別人沒有共鳴 沒有產生共鳴 你講的東西他看完了 沒感覺 沒感覺就是沒有共鳴 那那個讚數就不會多 那讚數越多的話呢 你將來PO的文章 看的人才會比較多 這是臉書他們有一個公式 在去計算這個 你跟別人的互動關係 那你跟 你常常去按別人的讚 別人也會 比較容易看到你PO的文章 所以你去按別人的讚 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 網路上就有人在賣一個軟體 就是自動按讚軟體 自動按讚軟體 可是我 我不喜歡用那種工具 那種工具有點虛偽 像 我自己每次PO一篇文章 馬上就有三個到四個人幫我按讚 屢試不爽 那我就知道 這些人是用工具 是用這種自動按讚軟體 我一旦發現這些人 是用這種軟體 我對他就會有不好的觀感 我就覺得 你根本不是誠心誠意來按我讚 只是用工具軟體來按我讚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 他PO文章的時候 我能夠看到嗎 那就是為了要做廣告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行為是什麼 看在別人的眼裡 被看穿了 那你的整個信用價值就往下掉 所以我不喜歡用那種自動按讚軟體的主要原因也是這樣 好那像幫大咖或好友按讚 大咖 譬如說你覺得這個人很值得交往的 我就會去幫這個人按讚 因為我想要讓他對我有好印象 但是我也是手動去按讚 甚至我會去留言 去肯定他的這個 譬如說肯定他 你這個文章真的寫很棒 我會去肯定對方 還有好友幫好友按讚也是 然後你去讚美別人 在臉書上面你去讚美別人 然後增加你的好友數量到五千個 盡量盡量 你如果說大量加好友 手動一直亂加好友的話 這個很容易被臉書封鎖 所以我們不做這個事 譬如說你一天啊 你了不起去加十個就好了 不要加太多 可是你去加 你也是要誠心的去加 就是你加了之後 你一定要先看過別人的臉書 到底PO哪些內容 然後你覺得這個不錯 好你去加他 然後在人家下面留言 或者是發私訊給他說 你好我想加你為好友 禮貌性去加 這個方法是比較好的 然後盡量讓你的好友數可以 因為他上線是五千人 盡量讓你的好友數 衝到五千人盡量 因為你認識你的人越多 你破關的訊息就越多人看到 這是很自然的道理 然後加入對手的粉絲專頁 這個頁又寫錯了 頁面的頁 加入別人的粉絲專頁和社團 主要目的是什麼 知己知彼 加入對手的粉絲專頁和社團 知己知彼 你要知道對方 像我也會加入其他 他教網路行銷的老師的一些社團 或者是他粉絲團 可是很忌諱的一點是什麼 你不要去裡面公然的挖別人的客戶 挖別人的好友 這個很忌諱 就是你加入裡面 你可以跟別人互動 你可以去提供幫助 但是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幫助的名義 然後故意把別人的潛在客戶 拉回來自己 那個做得太明顯 就很不高明 我這種手段就很不高明 譬如說 你打了一個名義說 這個分享給你們喔 結果你分享的知識就是人家 那個社團的那個 那個版主自己在 自己的產品 那你不是擺明了 拉人家客戶嗎 對不對 所以那種動作不要做 因為你被看破了 而且大家都是行銷人 人家知道這樣行銷 你也知道這樣行銷 你去那邊PO你的那個訊息 然後跟人家要賣的東西 是一樣的訊息 那人家當然會看穿你 所以那種手段 避免使用 因為你要在你自己的業界 在你 你除了要讓客戶尊敬你 再高端一點的做法就是 你要讓你的同業也尊敬你 這是最高端的做法 所以不要去批評任何人 不要去批評任何同業 你更不能去罵你的客戶 之前碰過一個很好笑的一個 一個人辦演講 然後最後還罵那個演講的群眾說 你們有什麼資格要求退票 你們買票來聽我們演講 你 他意思就是說我們演講再怎麼不好 你們也沒有資格退票 最後就罵 罵觀眾 我覺得這種 這種 這種會把你自己的那個人格 變得很低 所以不要這樣做 然後 Line 和LineAt的動態貼文 他也是屬於長期內容行銷的一種 那其實我把Line跟LineAt看成 跟微信或微信的公眾號差不多 意思差不多 只是因為台灣比較少人用微信 或微信公眾號 那如果你要行銷大陸的話 你就一定要用微信 還有微信公眾號 然後 Line和LineAt的動態貼文 這個動態貼文 他會跟臉書的貼出去的訊息類似 就是他有分享的功能 我們之前有講過 之前有講過 對 他就是有分享的功能 所以 轉分享超好用 就是你如果在你的 LineAt那邊投稿的話 那個動態訊息 出現在一般人的動態訊息 然後 訊息很不錯 別人就會幫你轉分享 這個病毒性的行銷 之前有講過 好 那我們下一節 這個跟進的部分 我們就講到這邊了 長期的內容行銷 其實屬於跟進的一部分 等於說像我的 網絡行銷懶人報學員 有些是 半年前收到我的八點檔 到現在半年隔六個月 甚至有的人隔八個月 他們才加入我們的 終生會員 所以 我覺得不要急 就是 你如果是朝著你的熱情 去做一件事情的話 那個 收入會 水到渠成 會自己 錢會跟著你跑 可是你今天如果是 譬如說 我們常在網路上看到 哎呀某某商機 趕快把握 那你會變成 我今天覺得這邊好像有錢賺 你就跑那邊 這邊好像有錢賺 你就跑這邊 那你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你已經迷失了 你不知道了 結果呢 你這邊也沒賺到錢 這邊也沒賺到錢 為什麼 因為你走這邊 你會發現 因為它其實不是你真正的興趣 結果走到 你覺得好辛苦喔 你就會停下來 你就沒有動力了 然後你就換另外一條路走 換另外一條路走 又碰到好辛苦喔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是這樣子 我去做過保險 做了兩個月我就走了 我去做直銷 因為我覺得 我看那些直銷大上限 大老鷹都賺好多錢 一個月都可以破百萬 我就覺得 哇好厲害喔 然後我去做 我發現 怎麼那麼痛苦啊 我這麼內向的人 你叫我一天要約三四個人 我怎麼可能做到 每天去陌生開發 哇我覺得好痛苦啊 那個跟我的個性完全不符合啊 那我對他的產品也沒有愛到那種程度啊 也沒有熱愛到那種程度啊 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只是為了他的 像直銷大部分人 是為了他的那個制度賺錢 很多人做保險也是為了賺錢 並不是為了真心的去關心別人 所以你的出發點 並不是你很熱愛 很喜歡去關心別人 不是 那你就不適合去做保險 這種需要關心人的工作 那你對組織行銷傳直銷 你本身只是為了想要賺錢 可是你的熱情動力不夠啊 什麼樣的熱情跟動力 可以促使這種傳直銷人賺大錢 就是你真的很喜歡接觸人 很喜歡跟人聊天 很喜歡接觸人 這樣子你才能夠 真的把這件事做得很好 很喜歡帶團隊 很喜歡帶組織 很喜歡當領導人 那你就很適合 我去做傳直銷就很適合 你就可以把它做好 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 長期內容行銷裡面 簡短的說啦 但是真的執行下去的話 他可以讓你長期的獲利 不是短暫的獲利 但是他 要長期獲利就是要長期的 用工去做這些很多事情 這些工具 去長期的去曝光 沒有人說 做一次 努力一次 然後就可以持續賺錢的被動收入 那種事情我覺得有點天方夜談 但是呢 網路行銷是算 比較能夠讓你自動化的工具 好像部落格你持續寫 你可以休息一個月不寫沒關係啊 因為你之前的耕耘嘛 網路文章一直在網路上流傳嘛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段時間 這是OK的 你不需要像上班族說 每天一定要去工作 沒辦法放長假 其實說網路行銷是可以 隨時我要休息就可以休息的 他不是很緊急的事情 但是你要持續做 持續做就真的效果就越來越好 我的成績是這樣子啦 這樣子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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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在這兩年 上來 之前是很窮 我真的是很窮你知道嗎 之前 剛開始轉業的時候 我不賣伺服器 那時候生一場病 我就不賣伺服器了 可是我就專心的經營教學的工作 然後把我之前在網路上行銷的一些 每改就把它慢慢寫部落格 我有那個網路行銷創愛私運日記 你去看我裡面寫60篇的那個 網路創愛日記 你們可以去看這個網路創愛日記 這是我的 我當初的那個辛苦過程 這邊有一個 牛奶爸網路創愛故事集 你把它點下去 你去看我這邊寫了這麼多篇 寫了五六十篇 這個是我的 我現在其實有很多內容 我已經忘記了 還好我當時有寫下來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 這些文章 我覺得很值得你創業的人去參考 但是裡面也有很好笑的過程 好那我們 下一集我們在 下一集是什麼 下一集我們就要來講 關於成交 關於這個成交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